舞的对抗 是经典和先锋的交融 这首歌 应该每个人都会唱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很多人认识余文文是因为《前任三》 是因为《体面》这首歌 她自己弹吉他 自己创作 她是很有个性的 她很有想法的 这全是奶 肯定得选一首自己比较熟悉 然后会唱的 那就约定吧 我要选这些东西吧 我想选周慧的经典 居然是跟原唱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周慧 周慧就是真的一个金嗓子 她一开口 天籁 这个声音是绝对的 天赐的声音吗 因为看到经典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选我自己的经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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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的声音真的好高 她的键真的比我想象中低很多 史上最高的女高音 跟一个史上最低的女低音 非要把她们放在同一首歌合唱 要怎么去实现这个事情 常常你们两个的拍子不一样 我可能比较习惯晚近一点 我们是边听边去边去磨合 这个挑战是很高风险的挑战 掌声有请余文文和周慧 第一张专辑 第一张专辑的封面 你我约定 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一路从泥泥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长勇气 每当梦里总会像我你 才能忘了情不见心 你我约定 爱过的往事不须退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 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也不曾泥泥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长勇气 累到无意总会想问你 你才能忘了情路见心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须退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 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别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公平不公平 也会不去计较 謝謝 大家好 好久不見 真的好久不見 這首歌 是每個人都很熟悉的 尤其是剛才 畫面亮起那個MV裡的 卡通的女生的時候 我的回憶滿滿都回來了 久違的周慧來到這兒 是為了什麼 我這二十年來的歌唱道路 走得非常的坎坷 我有五年的時間 沒有辦法發唱片 因為我卡在一個 合約的糾紛裡頭 在座也有人經歷這樣子的 都能理解的 很多人不知道原來周慧 還在自己的工作領域裡頭 努力的往前走 我不想被遺忘 所以我想要透過這個舞台 天賜的聲音 再次的把那些可能 零零後沒聽過周慧的人 再次的把自己介紹給大家 今天現場我看到 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聽過約定吧 也好 謝謝 我也想問文文 這首歌肯定是 你非常熟悉的歌 但是應該沒唱過 對 因為大家印象當中的 余文文好像真的就是 非常悲傷的 然後那個 唱死了前任的那種感覺 一定是 一定是那個方向的 但今天這首約定 真的是非常的甜美的 舒服的一首歌 所以想把不一樣的一面 帶給大家 其實呢 我還蠻有幸的 去年呢 都分別製作了這兩位的專輯 對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很棒的音樂人 OK 周慧當然不用講 OK 經典的聲音 經典的歌 也許剛剛在那個表演上面呢 文文看得出來 是比較像是配角 我覺得也許是這個歌 真的對文文來講 不是那麼適合 我覺得要不 可能這個歌呢 如果比較 Folky 就是比較Folk一點 用一把木吉他 然後後面再轉成文文的 Rock的東西 當然還有文文的Key 可能跟周慧差蠻多的 但是我相信那個轉Key 還是可以弄得很 就是更順一點 但文文非常有個性 我可以感覺到就是一個 90後的女生的態度 可當在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可能也要 有時候要適度的 犧牲一些自己的個性 才能夠讓整個表演更好 這是我的想法 這兩個不可能是一個二人組 一個高高細細的 一個低的 一個粗的 像周慧就沒有去 特別把自己搞得很搖滾 那文文也沒有 把自己搞得很約定 很周慧式的這個風格 這個就是你們兩個做了自己 那這個我是非常接受跟喜歡的 他們兩位都是一個很獨特的歌手 沒錯 可是他們今天站在台上 他們在合唱歌曲 他們彼此互為唱和 那是不是他們還是要尋求 還是要尋求某種和諧呢 我覺得其實合作有兩種 一個是彼此非常地配合 然後一加一大於二 可是也有一種 就像今天的 你做你 我做我 就是自己做自己 我覺得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有趣味性的一種碰撞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們兩個做了自己 周慧姐有一個地方非常地專業 在最後唱輕唱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合唱的竅門 你想要兩個人很match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要靠近看著對方的嘴巴 等這個timing 我覺得唱得特別地好 剛才這首合唱裡邊 我覺得周慧還是保持了非常高的一個水準的 這麼多年過去還是能夠唱得這麼好 那余文文今天很酷 但是不夠酷的在於它的音準 真的讓我們都有點驚嘆 你們之間的配合出了一些些的問題 對 我是這個意思 我一開始也以為說我們這個節目 是在尋找天賜的聲音 如果說今天周慧姐是天賜的聲音 我們如果音樂合夥人選擇了周慧姐 我們只要想怎麼和這個好聲音合作 完成好的歌曲 美妙的和弦就好了 那如果我們不是天賜的聲音呢 如果說慧姐的約定是柔情似水的 我覺得文文的約定很像是這個時代的女性 更不受約束 更灑脫 更灑 作為90後的我 非常喜歡你的約定 真的 謝謝你 再來是我在思考 如果我們在舞台上沒有表現得很好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不值得被合夥人所選中呢 我唱得不夠好 你更應該選我 你教我怎麼變成一個可以在舞台上唱得好的人 這不就是合夥人來的目的和意義嗎 怎麼讓沒有那麼完美的聲音成為大眾心目當中的天賜的聲音 是不是也是各位的任務之一呢 這是一個問號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 音樂作品真的沒有好壞嗎 作為台上的觀眾 你如何評價 下邊已經表演的這些人 他們之間哪一個是好的 哪一個是更好的 難道我們都要忽略之間的差異嗎 好 但這個問題丁老師 我真的要回答你 不是反駁你 你一直在強調歌手 是不是要追求做更好的音樂 是不是要做更牛的音樂 是不是要超越自己 你知道嗎 余文文和他的合作 這是比超越自己更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成就對手 文文,我告訴你 你就是這個舞台上天賜的聲音 最棒的女主角 真的 謝謝余文文 其實我剛剛聽各位老師們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我覺得想法跟看法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一些思考的 一些方面或重點 但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追求的完美 這到底是自我催眠還是自我毀滅 完美這兩個字從來都不存在 對 所以我必須說的就是說 天賜的聲音是一個很好的舞台 讓我們聽到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搭配 周慧姐的聲音 一如既往的這麼的美 余文文讓我感覺到的是 一個完全不同的他 他們兩個代表兩種不同時代的女性 所以我特別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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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們要告訴我 你們兩個首選的音樂合伙人 是哪一位 三、二、一 胡彥斌 胡彥斌 胡老師 給你一點時間 你選擇你的CD裡面放哪一個人的照片 我講點我的那個觀點 如果今天這個舞台 它是一個周慧姐演唱會的舞台 我覺得剛剛那首歌 特別特別的動人 讓我聽到的還是原來的那個你 聲音依然甜美 歌聲依舊好聽 但是剛剛周慧姐說 來天賜的聲音是想要挑戰自己 想要有不一樣的突破 那我覺得剛剛那個突破 好像突破的不是太大 這個時代在變化 他喜歡的東西都在變化 如果我們還堅持著在做原來那個自己 那不叫突破 那可能就真的成為永遠的經典 我其實跟張大大很像 我很喜歡余文文的那個撒脫脚 我覺得那個態度是我喜歡的 留在這個時代 好像大家都有公認的一點叫做 好像是創作型的歌手 可以活得更久 雖然說創作歌手可以走得更遠做自己 但我覺得像我不是一個創作型的歌手 我有一個天賜的聲音 我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發聲器 但我們不應該就沒有機會 去走這條路 我們可以把很多人交付給我們的音樂 把它做好 我覺得這也是我 雖然我不是一個創作型的歌手 但我覺得我有這樣子的責任跟義務 把歌手這個角色扮演好 真的,我覺得純正的好音樂 才能成就經典 就像我們每百毫升 含蛋白質高達3.8克的經典 有機奶一樣 好 好 你選擇你的CD裡面放哪一個人的照片 好 我們首先也要看一下另外三位合夥人 有沒有人要參加搶人大戰 尤其是到目前為止很有可能落空的王力宏 蘇維鵬老師 3 2 1 沒有參加搶人 張少涵請亮你的CD 沒有參加搶人 我現在就比較感興趣力宏老師了 你如果現在不搶的話 那真的就輪空了 我要搶 你要搶 對 周慧就是真的一個金嗓子 她一開口,哇天賴 穩穩反而低,粗一點 她不是天上的,她是凡間的一個聲音 王力宏,你的選擇是 3 2 1 穩穩 謝謝 穩穩,接受不接受王力宏老師的邀請 這對力宏來講是個生存的問題 不是堅不堅持的問題 我現在想到了就已經很多 我們一定是會顛覆一些之前的男女合唱的東西嗎 我是覺得 胡彥斌老師選的未必是我 對呀 要反轉了 你選擇的是 我要堅持選胡彥斌老師 好 余文文堅持了自己的選擇 這個選擇到底是不是對的選擇 胡彥斌音樂合夥人的選擇是 余文文 這個 我也覺得有點可惜跟遺憾 因為我們兩個人 兩個女生的音域不同 然後你能夠做得改變的變動真的有限 不管是前輩還是後輩 我遇到他們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值得在他們身上學習的一些優點 來,我有那個禮物送給你啊 你有禮物啊 什麼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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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經典有機奶嗎 藏了一天的經典有機奶 要送給你的合夥人是嗎 來,送給我的合夥人 謝謝 謝謝,謝謝 那這樣 喝奶可以希望我們有一個更純的這樣的合作 跟更好的合作 真的嗎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今年過年過節可以送這個經典有機奶 就會非常的體面了對不對 過節要送禮,送禮送什麼 送經典有機奶 非常期待余文文和胡彥斌老師 能夠在下半場有個精彩的表現 好好地跟其他的另外兩個表現競爭一下 好嗎 非常期待 好 謝謝